布里斯本的这一次水患灾情 慈祭志工准备在这个周末 会再次的发动大规模的发放震灾 那么这一次发放的重点就是这一张小小的限值卡 别小看这一张卡 因为新版的限值卡上面直接印着有慈祭的logo 而且是不限地点使用更加方便 至于今天出现了在澳洲广大的华人 还是充满年的氛围 所以志工就把握机会到超级市场 为水患的灾民来募款 赶着进超市采买 出席这天来到澳洲布里斯本的华人超市 特别有过年的气氛 你没有听错超市的人员 真的在帮志祭志工的水灾募款来宣传 就连来探班了志祭志工的家人 也是爽快响应 我等一下我来端这个箱子 一定很多人认识我 可以煎很多 大家看到了再煎一点 就是好像激起大家的这个爱心 而且这次水灾说实在真的很严重 感同身受 有爱心愿意捐钱出力的人真不少 还有人送来礼物 他就是体谅我们很辛苦 他又不能在这边帮忙 所以他就捐面包给我们大家用 这样子 你看到这个面包有没有用 很感动 非常感动 爱心汇聚就是希望为遭逢水灾的民众 能够增添力量 而慈祭志工期待已久 印有慈祭logo的限制卡 终于送来了 抱的是一栋房子 爱心污污 觉得很重 责任重大 开始救灾的时候 上人就期待要有logo的限制卡 作业都一直延误一直延误 今天我看到的其实是蛮感动 总算达到上人要的使命 使用的方式等同现金的限制卡 不限制使用的地点 只要是民众家里有需要的东西 都能够采买 不设限就是希望给大家方便 而logo上更有着深沉的意涵 我们也设计一个大洋洲澳洲的图号 这个菩提叶 佛教的爱心 爱一个人道救援 就偏及全球五大洲这样 相互帮忙 大家要用爱心 一同走过灾难的冲建路 大爱新闻 陈伟李俊威 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